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6月15日,欢迎收看北美市场每日观察 今天美国股市低开高走,整体来看市场虽然还存在对于疫情二次爆发的担忧 尤其是北京多地风险等级再度上调 在连续56天无本地报告新增确诊病例后 北京从6月11日开始已经4天累计新增病例达到了79例 这就进一步增加了市场的担忧情绪 但在刚刚过去的周末,我们依然看到部分消息正在降低着市场的这种忧虑情绪 同时本周也有可能迎来一些重磅事件 同样也有助于降低市场的不确定性 从而为股市带来一定程度的支撑 其中就包括中美高层即将在夏威夷举行的会谈 部分分析师认为这次的会谈有望缓和中美两国近期的紧张局势 与此同时,今天美联储宣布将从本周二开始 通过二级市场企业信贷工具购买企业债券 这将是美联储在本次危机中首次在二级市场中直接购买单个公司的债券 虽然肯定会有人认为美联储又在不断的吹大泡沫 但不能否认的一点是 此举再一次向市场发出了一个强有力的信号 那就是美联储愿意继续扩大资产负债表 从而刺激经济成长 因此是有效缓和了近期的担忧情绪 另外,近日来美国股市回撤修正的主要原因 除了之前涨幅过大后投机情绪需要降降温 另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 投资者对美国疫情二次爆发的风险担忧 不过这种担忧还是在一个可控范围内的 主要是受到两方面的因素影响 一方面是美国疾病专家认为 实际上市场是存在误解的 那就是美国新增的确诊病例 依然只是第一波疫情的延续 并不是第二波疫情的开始 因为这些专家认为 要将新的疫情定义为第二波 首先一点就是 新冠病毒必须要暂时消退并重新出现 或者就出现一种全新的病毒毒株 而最近美国病例的增加 实际上没有反映出这两种情况 那另一方面 与其说华尔街担心的是 疫情的二次爆发 倒不如说担心的是 二次疫情爆发后 会不会重新进入之前的经济封锁 因为如果不会重新封锁的话 实际上对于金融市场的影响 可能就不会像之前 那次疫情到来的时候那么大 毕竟经过了一阶段的调整和适应后 许多企业都已经开始摸索出 在疫情影响下该如何正确的应对 所以说是否会重新封锁 才是问题的关键 例如纽交所今天就宣布 将扩大交易大厅部分重启的范围 也就是说更多的市场参与者 可以在本周三就重返交易大厅了 这也就是反映出 目前企业对于整个重启经济后的一些 操作规范和操作模式 已经有了他们各自的心得 而针对是否会重新封锁经济这一问题呢 白宫高级经济顾问 库德洛也明确表示 即使存在第二次的疫情爆发 美国总统特朗普也不大可能会再次关闭美国经济 他认为目前来看 关闭经济对美国健康的影响 可能比不关闭经济要更加糟糕 先不管他们的看法和疫情影响的判断是否正确 但我认为只要经济不重新封锁 那华尔街对疫情的担忧就不会过分的严重 那考虑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 无尊有今天的讲话 未来三天是北京这次面对疫情的关键时间 在这三天内北京报告的病例数将决定疫情的走向 所以我建议是投资者本周一方面要密切关注北京的疫情变化 另一方面也需要关注的是计划在本周进行的中美高层夏威夷会谈 这两方面的情况都将会直接决定本周的市场风险情绪走向 接着我们来看一条路透社最新发布的关于华为的消息 美国政府周一证实将会修改禁止美国企业与华为进行生意往来的禁令 其中将允许美国企业和华为合作制定下一代5G网络标准 这个消息其实之前就已经传出来了 但这次是基本得到了官方确定 那预计美国官方会在明天也就是本周二正式宣布这一消息 那首先如果我们光看这个消息的表面 肯定会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中美之间围绕华为公司产生的紧张关系 甚至不排除有人会用美国求和了 美国服软了这些标题来抢眼球 但我一直希望的是能够客观公正的来看问题 我也一直强调的是看问题我们需要看本质 也就是背后的逻辑 所以还是想在这里给大家分析一下 美国这次的修改到底意味着什么 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更加准确的去判断市场局势 从而能够在投资方面有个更加清晰的视野 那我们来看看为什么美国会在全方面针对华为的同时 突然又会修改禁令允许合作呢 这其实要从美国政府去年将华为列入美国商务部的实体名单说起 美国方面是以国家安全为由 限制向华为出售美国的商品和技术 并在今年是进一步扩大了实体名单的范围 那按理说没道理会突然又允许合作了 其实啊 这个合作和出售商品和技术是有区别的 因为在此之前受限于实体名单的限制 许多美国科技公司不确定哪些技术和信息是可以分享的 那出于对可能为例的一个顾虑 干脆就让工程师暂停与华为的全方面合作 也就暂停了参与5G标准和协议的制定工作 那鉴于华为手中是握有大量的5G专利和技术 那在国际5G标准和协议制定会议上 美国公司想要绕开华为来讨论制定标准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 那就是出席会议的美国工程师只能选择我不出声 而华为的参与度和话语权反而会得到的提升 这对于美国未来在5G标准的制定中肯定是有不利的 那为了改变这种情况 消除参与5G标准制定的美国公司的顾虑 美国才会考虑修改禁令允许合作 所以可以看出啊 这次的修改一不代表美国放松了对华为业务的封锁 二不代表美国对华为示好 实际上完全是美国政府希望能够扩大本国公司 在5G标准制定过程中的发言权 换句话说 美国对华为的封锁是该封锁还是会封锁 该禁止还是会禁止 但美国公司却可以放开枷锁 在5G标准制定上和华为一起来进行探讨和合作 所以我觉得还不能认为 这次的修改对于华为就是一件好事 那这里我可以分享北京邮电大学通信博士崔元豪的一段讲话 他认为如果放在华为的视角来看 允许美国公司和华为在制定5G标准方面的合作 或许是必大于利的 注意这是针对华为来说的 因为如果高通这些公司不再受限 可以畅所欲言的话 就可以随意提供技术证据 支持他们的5G观点 那华为在标准会议中的一些话语权 就可能存在降临的风险 所以大家对华为的局势还不能太过乐观 也就意味着其实未来反而可能因此而出现更多的不确定性 从而对金融市场的风险情绪是产生影响 毕竟大家都知道 华尔街其实是最讨厌不确定性的 主要股指方面 道琼斯工业指数今日上涨了157.60点 涨幅0.62% 收报25763.16点 标准普尔500指数今日上涨了25.30点 涨幅0.83% 收报3066.59点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上涨了137.20点 涨幅1.43% 收报9726.02点 多伦多证交所综合指数今日上涨了103.09点 涨幅0.68% 收报15359.66点 黄金方面 8月黄金期货价格今日下跌了10.10美元 跌幅是0.6% 收报每样司1727.20美元 北京疫情局势再度紧张 这是引发了投资者的密切关注 虽然表面上看确实会提升黄金的避险买盘 但出乎意料的是 风险敏感类货币反而承受了更大的压力 例如像澳元和纽元等 这就变相提振了美元 同时就会施压于黄金 原油方面 美国WTI原油7月期货 今日上涨了0.86美元 涨幅2.4% 收报每桶37.12美元 布伦特原油8月期货 今日上涨了0.99美元 涨幅2.6% 收报每桶39.72美元 家园汇率方面 家园对人民币最新报5.2274 家园对美元最新报0.7371 家园对港币最新报5.7136 家园对台币最新报21.8502 疫情方面 最新数据显示 美国确诊病例增加了18,643例 总数达到218万0871例 死亡人数增加了385例 总数达到11万8243例 加拿大确诊病例增加了286例 总数达到99,073例 死亡人数增加了28例 总数达到8174例 明日我们需要关注 有着恐怖数据之称的 美国零售销售 同时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明天也将在国会 做半年度的报告 我们也希望从中能够找到 美联储在政策立场方面 有什么样新的线索和变化 这就是今天 每日观察的全部内容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麻烦订阅点赞和转发 同时还可以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及时了解市场动态 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通知 谢谢大家 我们明日再见